我们现在在清朝电视剧中看到男子流的阴阳头其实并不是清朝早期男子的发型 这种前面头发剃光后面流条大辫子的发型都是经过几十上百年的不断改进后形成的了 相比清朝刚刚入关时的金钱鼠尾头已经不知道好看多少了 所谓的金钱鼠尾头就是指脑袋前面的头发提光脑袋后面流一小撮头发 而且这一小撮头发编成的辫子必须要能穿过一个铜钱浅孔 可以想象这样的发型该有多丑 而清朝男子之所以会有留这种发型的风俗还是跟他们的生活习惯分不开的 首先这样的发型方便清洗 对于游牧民族出生的满洲人来说肯定是很实用的 其次那时候的北方苦寒冬气外出保暖需要戴上厚实的帽子 汉人高耸的发气并不适合 而金钱鼠尾头戴帽子就方便多了 不过在中原文化里身体发肤手指腹部 头发是不能随便剪掉的 因此清朝入关后不少人反对剪发 清政府也采取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制措施 至于有人问到秃顶的清朝人怎么办 这个嘛如果是头前面涂了还好 正好提供了 要是全方位涂的话 可以尝试戴有假辫子的帽子做掩护 或者沾一条假辫子好了 中国古代有个令人浮想联翩的群体 他们虽为丫鬟身份却不低 他们的房间与主人相通 罪以窥见归房之德 他们不仅是少爷的启蒙老师 还是女主人的替代者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恢复通房丫头即可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